指揮中心宣布 台湾已经掌握 1500万剂新冠疫苗 其中包含COVID-19平台分配 以及直接向国际药厂预定 现在传出可能就是 英国阿斯特杰利康 与牛津大学共同研发的AZ疫苗 有几家厂商都在谈 那竟然应该会有 比较确定的一些结果 那会在记者会跟大家来报告 疫苗的购买 我们当然看它的一个有效性 跟它一个相关临床的实验 那由专家来判断 临床前的一些动物实验的状况 然后一二期的安全性 余代保留但呼声很高的AZ疫苗 不论价格及保存都具有优势 不过最终临床试验受试者 年龄都落在55岁以下青壮年 专家非常忧心 根据AZ的实验 55岁以下 那先打半剂 后打全剂的效果是90% 那这个90%可能是反映的是 年轻人的90% 那老年人的这个 可能是只有在60%左右 你看国际间会不会承认 我们施打疫苗后 去出入它国境 根据美国FDA标准 疫苗防控效果超过50% 就是有效疫苗 不论最终台湾取得哪一款 将力拼明年第一剂取得 大家先问我两者面对我吧 明年